大野木的这个石头怪就相当于一个傀儡 对方的技能如果有穿透性 技能如果打到别人 打到实体 他还是会往后走的话 他就可以穿过这个傀儡 比如伤人自来野的这个土流荡 打到人之后 他后面还会有攻击的 就是可以穿过一个人的 他就会穿过这个石头 因此月或者鬼灯换月这种 打到人之后 他的攻击就会停在那个人身上的 这种就穿不过去 但是他这个傀儡 跟他本体又有一些联系 所以抗久狼这个技能 可以追踪到他本体那里去 对着傀儡 认飞雷神的话 也可以打到他本体 技能还是会追踪他本体的 但是你可以用傀儡去 代替他本体去承受伤害 但是如果敌人的技能 有穿透性的话 就算是傀儡也挡不住 说是这样说 但是实际上 还是有一些地方不太懂 如果大家有更详细 更准确的描述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或弹幕上敲出来